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诸州国际赛车场 今天来这就一个目的 就是来体验领克03高性能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03++ 网间有很多的传闻 就是对于它的动力 包括底盘悬架还有车身的结构 大家有很多的猜测 据我们目前所知呢 有这么几个方面是可以确定的 那首先就是它的动力啊 它采用2.0T双增压的发动机 最大输出达到了350马力 这个马力输出已经跟它的TCR赛车 达到了同样的水准 动力的提升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发热量就会增加 对于这方面的挑战 03++呢升级了它的散热套件 包括更大的水箱以及更大的撞通面 让它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保持更好的热量管理 我们从前脸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撞通面 比起普通的03++ 包括03++3M 都是要更大一些的 而它的前脸的这个设计啊 包括它的进风翼导风槽的设计 都是由3M团队参与的 借鉴了TCR赛车的设计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的三角口啊 那这个三角口呢 是专门给刹车散热提供导风的 然后之前大家对于是不是要上宽体 有很多的争论啊 我们现在确切的消息就是 会有宽体 但是这个宽体 可能是处于一个选装的状态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台车 它的后排座位是没有的 血而代之的是一个防滚架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了Alfa Romeo的GTAM嘛 当然这个防滚架呢 其实也是处于一个选装包里面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台车 还有赛车的桶椅 以及六点式的安全带 那其实03++有两个版本啊 就是赛道版和公路版 这些套件呢 都是一个赛道版车型专属的配置 车位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战斗啊 一个碳纤维的大尾翼 实实在在地提供下压力的 这个尾翼的角度 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 进行调整的排气 采用了个斜出的排气 这个也让大家想起了 之前发布的500多马力的 03概念车的版本的排气 那么它开起来怎么样呢 首先我可以跟大家打保票 它比普通的03++ 在运动驾驶方面有了几乎是质的飞跃 动力方面的提升显然是不言而喻了 比之前的03++多了近100马力 那显然在冲弯加速的时候 从体感上就刺激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它变速箱的升级啊 变速箱虽然看起来也是8AT 但是开起来的感觉 跟03++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03++我觉得它最大的弱点 可能就是变速箱 相对它的调教倾向于这种日常驾驶 还有对机械的保护 而03++的变速箱呢 在升挡换挡方面更加的干脆利落 尤其在降挡方面 普通的03++你可能会在觉得 入弯的时候想要手动降挡 比较难降下来 而03++的变速箱呢 在降挡方面就积极了很多 当然它也是设定了一个安全的区域 你的车速必须在达到它们设置的范围内 才能进行一个顺利的降挡 但是比起普通的03和03++ 变速箱已经运动了很多 然后就是它这个刹车的表现啊 已经是接近赛车的表现了 刚才在媒体老师持续激烈驾驶的情况下 我们轮胎都已经干到100多度了 但是在直到的末端 它的刹车表现还是非常的稳定和强大 至于它的操控表现呢 我觉得它的动态响应要比03++要稍微快那么一些 当然我们刚才开的是四驱的版本啊 我相信如果是前驱的版本在赛道上跑起来的话 应该会更爽更刺激 至于售价 我们现在获得的比较确切的消息是 它肯定比伊兰特恩卖的贵 如果选装选的比较丰富的话 它可能会与思域Type R的价格差不多 我不会简单地用贵或者便宜来评价它 因为我知道领克肯定不会指望它走量 它更像是一种图腾 这个世界上有兰奇亚Delta 30 Lance Revolution 斯巴鲁 WRX STI这样的为了拉力赛而省的车 也有Alpha Romeo Giulia GTAM 保时捷911 GT3 RS这样可以合法上路的硬核赛道玩具 现在有了03高性能版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款可以合法上路的TCR赛车 它注定会像以上那些车型一样成为传奇 而且这是属于中国燃油车的传奇 记得点个关注我们评论区见